也曝光 另外俄罗斯一名军事网红 曾经质疑俄军在阿富迪夫卡的 作战策略 最近也离奇丧命 外界就怀疑他的死因 恐怕不单纯 这是乌克兰第三突击旅 当初杀出血路 护送同僚撤退的镜头 尽管成功避免俄军前行包夹 却还是有部分受伤的乌兵 来不及撤出 受害者包含这名第110旅的士兵 他当时和家人最后通话后 便失去音讯 最后证实遭恶军杀害 而乌战争两周年前 俄军好不容易夺下阿富迪夫卡 但现场早已沦为鬼城 只剩下一些乌军来不及带走的弹药 而这也是俄军牺牲大量鲜血换来 先前一名曾质疑阿富迪夫卡作战的 俄罗斯军事布洛克 金船轻声丧命 不过近期太多俄国讲真话的人 死于非命 他的死因恐怕不单纯 除了乌军情势升温在南部赫尔松地区 193不50响起空袭警暴 现场还出现乌军新挖掘的战壕 显示想加强防守 俄罗斯之前还宣称夺下地涅薄河 左岸的克林基小镇 不过乌军随后公布影片打脸 说俄军落荒而逃 这是CNN采访团 清晨四点录下的恐怖炮袭声 最后证实炮弹落下的位置 只距离这里约100公尺远 他说他们在纽约上第一次攻击 而这边在这座坡里 所以他们移到母亲的房间 这里的居民已长期改在地下室生活 包含坐礼拜 当天刚好有广播报导克林基的情况 居民心中五位杂陈 担心战况变差 居民在此时此刻还在加紧训练兴兵 这个训练所也出现第三突击旅的成员 传授实战经验 他们坚持不会像俄军一样草草训练 就把人送去当炮灰 不过对于要不要打仗 乌克兰人多少陷入场考 因为不止缺冰 前线的弹药也不够用 这样的情况不止影响后续的攻势 也很难有效挡下所有的俄罗斯无人机 乌克兰指出俄罗斯主要使用四种类型的无人机 首先是飞行距离最远高度最高的海鹰无人机 当空中天线 之后再派侦查无人机辨别潜在的目标 这款无人机会将坐标传给Supercam 无人机做更精准的定位 最后一步才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展开攻击 过去乌克兰会使用箭矢 过去乌克兰会使用箭矢 防空飞弹击落俄军无人机 现在却被迫节省弹药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向美国喊话 继续射程超过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弹道飞弹 当然美国众院还是卡关军员 前线乌军的士气持续受影响 有新闻送不到 提供给您最新的消息 乌尔战争明天就届满两周年了 美国总统拜登在稍早宣布 将对俄罗斯500个团体跟个人 再祭出新的制裁 这次受制裁的对象 包括了俄罗斯的金融部门 国防工业基地 还有跟纳瓦尼在监狱猝死 有关的个人 这是我们提供给您的最新消息 那么说到了俄乌战争届满两周年 俄罗斯也将在下个月举行总统大选 普京最近频频的露面造势 不但跟被国际竞赛的俄罗斯 滑冰的少女同台 还亲自坐进可以携带核武器的 战略轰炸机飞上天 作秀意味十足 其力听国歌 普京左手边是俄罗斯花华天才少女瓦利瓦 刚因为惊讶风波 遭国际竞赛四年 却成了普京身边做赏兵 俄罗斯第一届电子竞技大型运动会 邀请来自107国超过2000运动员 奥运和国际赛事被排挤 普京干脆自己办 这趟来到俄罗斯克山 普京还登上轰炸机 这架是俄罗斯图160M战略轰炸机 可以看到普京坐进驾驶舱 飞上天空30分钟 手指还按着按钮 这架战略轰炸机能挂载核武 是俄军核三位一体重要成员 除了坐车机还亲自驾驶 俄罗斯产的卡马斯大卡车 在欧乌战争满两年前夕 三月大选之前 不知普京要无养威 克里姆林公关员 个个自信满满 毕竟俄军才刚在乌克兰 夺下阿富地福卡 动作更大胆 其实连北约国家都感觉到了 法国军方指控 俄军威胁设下在国际空域 巡逻的侦察机 同时北约越来越担心 和俄罗斯直接冲突 目前正在进行冷战后 最大规模军演 而战争打两年 乌克兰平民的生活 一样抽云惨雾 在赫尔松 合的另一边就是俄军 白天夜晚停不下来的爆炸声 经历两年摧残的居民 习惯了恐惧 也习惯住在废墟之间 每天等物资送来 两周年之际 战况不理想 乌克兰总统泽勒斯基 接受美国福斯新闻专访 声声求援 西方盟友们其实听得到 除了制裁欧洲国家 也在酝酿下一波队伍军援 德国正在考虑送出最大射程500公里的金牛座飞弹 戴曼星期四也宣布将近2.5亿美元的新援助计划 接下来看台积电雄本场马上就要开幕了 厂区所在的小镇巨洋丁人口才4万多人 而现在移入的台湾员工家眷属有750人 当地的超市开始出现了小台湾的影子 有台积电设厂的加持 日本九州晶片聚落的梦想再度点燃 传出日本要加码补助 让台积电再改雄本二场 日本JR电车一到站 通勤族就塞满狭小的月台 排队自己刷卡出站 无人的小车站突然热落了起来 他们都是来自台湾的台积电员工 这是距离雄本市区15公里远的居洋丁 24号正式开幕的台积电雄本厂就在这里 占地21公顷的雄本厂要凭今年底 每个月量产10万片的12寸晶圆 台湾的外派员工 西家贷卷约750人早已就位 跟着飘洋过海的还有熟悉的味道 超市里面有好多台湾的商品 像是泡面还有米粉 通通是可以买到的 当地超市的货架上 早被八宝粥 黑松 沙士等台湾食品占领 已经有小台湾的雏形 雄本的饭店业者还特别招聘台湾人 来服务台湾人 只是现在闹人力慌 开高薪抢人也不见得抢得到 难找的不只是工程师或是作业员 还有清洁人员 日媒就报道 台积电开出清洁人员的实薪 包括加几就上看630元台币 是东京打工族平均实行 300元台币的两倍 薪资成长最直接就是刺激消费 食衣住行样样需求望 根据统计台积电为雄本 带来的经济效益 渴望上看1.43兆台币 台积电落脚雄本的菊阳丁 面积37平方公里 比三个台北市的大安区再大一些 很难想象这座人口 4.3万的田园小镇 未来可能是日本的金基墓 福洋町は大企業が工場を立地する町としても 注目を集めています こちらは県が町北部と 旧甲子町にまたがる地域に整備した セミコンテクノパーク 日本政府接連对ソニー跟台积电招手 都是为了要复兴褪色的美梦 30多年前 九州曾经是日本发展半导体的前線基地 素有细倒九州的美称 只是这场盛古晶片战争 最后被台湾跟南韩超了车 日本半导体产值全球占比 从1988年的过半 萎缩到2019年只剩下10% 为了东山再起 日本政府不惜砸下数十亿美元的补贴 吸引台积电带着上下游的产业链 来落地生根 日媒分析指出 未来10年台积电的效益 恐怕高达4.2兆台币 其中超过一半都是半导体的周边产业受益 另外IT劳动力的需求 更是以每年1000多人的速度在成长 只是现在不仅台积电要再盖雄本二厂 日本国内的企业也跟着投资 九州超过1200亿台币 包括盛高要在左鹤盖晶圆厂 金瓷去长期设零件厂 三菱电机跟罗姆也要生产 功率半导体 产业聚落快要形成 有人形容这是明治维新以来的新黎明 而现在闷很久的日本经济 也翻开新的篇章 日经指数周四收在三万九千零九十八点 打破三十四年来的历史记录 券商们纷纷看好社会全球AI的浪潮 日经指数今年渴望冲破四万大关 天员纵不倒 这需要带你来了解 手机资费方案非常的多元 而且近来很多人是从4G转成5G 但有民众发现 其中可能同站位的方案升级 但其中却包含了其他影音APP的资费方案 后续想要解约 却没有那么容易 手机越来越重要 现在5G资费方案也越来越多元 很多方案都有附赦价值的服务 民众在使用上也要更加的细心 就了解自己的方案有多少服务 确保自己的权益 现在不止手机款式多 就连各家电信业者 5G资费也很多元 大型连锁电信业者 定期帮门市人员上课 更新最新资讯 让第一线同仁 在面对客户询问时候 能有清楚的介绍 避免争议发生 就要清楚了解电信业者 提供的资费 合约内容 然后有通话费 还有上网流量 然后以及家子服务 内容的那个配套方案 有什么 只要清楚以上这几点的话 他就可以确保自身的权利 避免那个消费争议 毕竟手机合约1000 就是以年起跳 要更改 要不是往上调资费 不然就是违约 曾经有出现沟通资费不清楚 导致纠纷 门市第一线接触客户的时候 也会特别留意 还是会请消费者 尽量到自己的电信业者的门市来申办 其实会讲的会更清楚一点 因为在外面其实 还有包含通讯行 这些其实可能有些状况 不是这么清楚 或者一些新进的 他们的新进员工之类 那我觉得还是说 如果到我们自己的门市 挂招的门市这边来申办 其实会比较有保障 门市询问很清楚 但如果电话行销 产生误会的空间就更大 有网友在网络分享 接到电信专员来电 表示可以将用户 现行4G699方案 调整为5G699 认为没有多角就同意办理 但事后调查发现 该电信没有699方案 原来是每个月 再加上100元的影视APP费用 事后想要解除这100元 却发现合约已经成立 无法解约 专家分析 现阶段电信业者竞争 资费方案也很多元 通话跟网络费用也都不一样 高资费的方案 手机会便宜 甚至可以零元 但合约月数就会拉长 根据数据统计 截至到2023年第二季 全球5G用户 行动用户数增加了4000多万户 总数来到83亿户 4G部分用户增加了1000多户 总数来到了约52亿户 这几年 4G转5G数量明显 从现行资费 转5G资费的方案 也跟着增加 也就是说 你全部都要问得很清楚 你今天多付了100元 多付了200元 你获得什么样的权益跟优惠 请电话的人员 可以逐一条列式的倒数你 你这样子在确定说 你到底要不要来升级 有一个话数是 我可能799 转过来也是799 你会觉得你好像是赚到 对不对 但事实上 它是在合约上任何变化 还是这个合约 它是两年 还是三年 这边你都要要询问清楚 避免纠纷展身 专家建议如果要调整资费 建议还是到门市直接询问 如果要通过网络跟电话 可以请对方稍等 上网查询资费之后 确认合约内容再执行 否则有时候电话过头不清 承诺变更之后等于同意 后续就衍生不少纠纷 也看它的需求 如果它需求量是比较小的话 它可以选择中资费 或者是低资费 有时候我们会 比如说有一些新的服务上线 或者是如果有新的方案 我们还会拍一些 内部教育的影片 让客户 让我们的客户 更能够清楚地明白说 这个能够怎么使用 科技进步 4G升局5G 案例越来越多 申办时停看厅 减少误会发生 TVN新闻 宏富尔来迷 台北产报报道 据今天10点不一样精选 先来关注台经院 在1月公布最新的经济预测 消费者物价上涨率 上调了0.15个百分点 到1.95% 而根据主计总处资料 2023年全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的年增率是2.5% 创下15年来的次高 也就是整体的物价 连续两年都超过2%的通膨警戒线 而去年外食费的CPI年增率 是4.28% 涨幅最大的就是西市早点 民众饱受高物价之苦 有五花包番茄 葱肉卷 鸡腿排肉串等等食材 放一整排 电源仔细控制火候和烤的时间 再沾调味酱料 最便宜一串20元 连锁串手品牌走平价路线 以品项多为特色 不过这几年 面对攀升的食材进货价格 难免开始有点压力 遇到像是我们有厂商在近两年 以鸡肉的涨幅其实是最为明显的 大概有提升到3到4成左右 以牛肉的涨幅的话 也是提升到了至少有3成 猪肉的话大约是1到2成 其实我们还有遇到像是蔬菜类的部分 也是破天荒的新高 目前总公司的政策来讲的话 我们是以尽量用动涨的方式下去做 因为随着店价数越来越多 所以其实我们更会有优势 可以跟我们的原料商去谈取 优惠的价格 然后以量市价的方式去压低我们的成本 业者目前还不考虑涨价 因为以客群来说不少年轻人 避免变贵影响客源 而上班族苦哈哈 薪水动涨 若吃的东西涨荷包好伤 这几年通膨巨瘦 让人心慌 根据主计总出资料 2023年全年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增率2.50% 创下15年次高 仅次于2022年的2.95% 整体物价连续两年超过2%通膨警戒线 以2023年鸡蛋价格来看 以前一年上涨9.93% 涨幅最高 其次是冰肉 全年涨幅达9.07% 第三名是每天六里需要的沙拉油调理油 涨幅6.28% 面包涨幅5.4% 鸡肉是5.28% 而台湾经济研究院 在1月底公布最新经济预测 预估2024年经济成长率达3.15% 跟2023年11月预测的维持不变 但消费者物价成长率 上调0.15个百分点到1.95% 逼近2%的警戒线 在2023年下半年 物价已经开始有所趋缓 涨幅没有再那么大了 最主要是因为国际原物料价格 也慢慢恢复平稳 供应链恢复稳定 不过2024年就是今年 物价还是有一些上涨的隐忧 最主要就是因为大家看到 最近中东的战局不断的扩大 能源价格 特别是石油价格 不管是波兰特原油 或西德州原油价格 都不断的高涨 因为原油价格高涨 也会推升进口的物价 再进一步的上涨 所以今年的物价上涨 仍然有它的隐忧 所以主要来自于国际 地缘政治的冲突 带动了能源价格上涨 进而引发国内的 输入型通膨上涨 台经院表示2024年 全球经济还是有很多 不确定因素 像是红海危机 绿色补贴竞赛 极端天气事件 地缘政治风险等等 都要密切注意 而外食族这几年 格外响哭 从2022年1月开始 外食费涨幅攀升 2022年7月达到最高峰 百分之6.75 之后涨幅虽然降下来 但人是维持在百分之4左右 2023年全年外食费CPI 年增率是百分之4.28 在外食费项目中 2023年涨幅最大的是 西市早点年涨百分之7.19 中市早点涨百分之5.48 因为早餐通常会加蛋 可能跟蛋价飙涨也有关系 我们2022年其实是受到 俄乌战争的影响 所以使得国际的能源价格 还有粮食价格大幅攀升 所以就影响到我们台湾的物价 但是今年的情况 就会完全改观 就是虽然我们国内 还是有一些会让物价 上涨的一些因素 那当然这些因素 有包括调账基本工资 还有台电有可能在今年 它会涨价来弥补它的亏损 那这些都会使得 我们国内的这个物价上涨 但是在进口物价的部分 去年下半年我们都可以看到 因为全球需求的下滑 所以进口物价 其实都是呈现下跌 学者认为2024年物价有机会 可以控制在2%以下 不会突破通膨警戒线 只是大通膨时代 很多人的薪资成长幅度 追不上物价涨幅 生活压力似乎很难乐观 TVBS新闻张正安王一直也看不到 全台的房价高涨 民众购物压力越来越重 而根据内政部资料显示 去年第三季 全国房价所得比高达了9.86倍 创历史新高 进一步的观察各个县市的房价所得比 台南民众的购物压力 加重的程度最明显 为在台北万华柳州街 全装35平的新城屋 刚交屋不久 正在装潢当中 三年前每瓶不到60万 屋主花2000万左右购入 但现在实价登陆上 每瓶单价逼近90万元 总价来到3000万以上 台湾房价值涨不跌 越来越贵 近年来供料期涨 装潢费也随之上扬 室内设计师指出 以目前装潢设计费用来说 新城屋三年来涨了2到3成 过去单品装修费 约6到8万元可以搞定 现在涨到每瓶8到10万 三年前要同样一模一样的等级 就是用这些材质一模一样 我觉得会便宜2到3成 我觉得应该是在200万 200万以内可能可以达到 但是这三年来 包括材料的涨价什么的话 要做成一模一样的装修 已经不容易在是之前那个价格了 不少人买房已经用尽 毕生积蓄 供料双涨的情况下 对小资族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房价扶摇直上 年轻人越晚买房越辛苦 全台房价高涨 民众的购物压力是越来越重 根据内政部的资料显示 去年第三季 全国的房价所得比 是高达9.86倍 再创历史新高 与2009年同期相比 短短5年就增加了1.39倍 进一步观察 近五年各县市的房价所得比 购物压力倍增的五大县市 就有三都位在南部 分别是台南高雄和嘉义市 台南更排名第一 在2009年第三季 房价所得比是6.93倍 到了去年同期增加到9.49倍 多了2.56倍 主因是南科园区带动房市发展 吸引国内外企业进驻 产业发展下就业人口移入 居住的人变多 间接导致房价顺速上涨 台南的话 当然近几年来讲的话 它有科技园区的议题 所以说有很多建商 它推案这个价格也逐渐拉高 也带动到周边的整个中古市场 它这个房价都拉高 再加上台南 它之前这个价格都一直比较低 所以它原先是落后补涨 那之后又一起有这样子的 一个议题的带动 所以它的房价 就相对的标快的这个速度 是比其他的这个县市来的还快的 南科现在逐渐的 整个所谓的规划 都已经到位的时候 它其实也带动了非常多 外来的就业人口 那这些外来的就业人口 一方面他们的收入 其实相对比较好 然后二方面来说的话 就是说区域为了提供这些 所谓居住的需求 会有一些心案的攻击 那房价的部分飙涨的速度 相对比较快 可是跟整体的台南 平均的所得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落差 所以这个状况之下的话 就会显得台南的压力 比较大一点 至于台北市 房价涨幅 虽然没有其他县市来得惊人 但仍是全国购物压力 最大的城市 房价所得比多年来 都位居六都之冠 高达15.67倍 意味着台北市民 要不吃不喝16年以上 才能买房 不过目前看来 房价难降 随着探费征收 迎见成本增加 接下来房价 一涨难跌 价格的部分 应该是会有机会 再往上走 主要是因为业者会认为 有所谓的 探费的成本增加 那另外来说的话 因为现在没有看到 所谓的一些利空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可能比较不大容易 出现大幅修正的可能 但是又要往上走的话 国民的所得也没有明显的提升 所以可能会是一个 高档相信整理的歌曲 不过也因为少子化 房价高涨 年轻人买不起房 去年继承移转动数 创下历史新高 全国共77,012栋 年增9.4% 购物压力沉重 让年轻族群决定选择躺平 形成一股等防风潮 TVBS新闻李延志刘燕轩 台北采访的 根据劳动部的 劳工生活及就业状况调查 2023年劳工加班比例占四成 其中在下班后 电话网路通讯软体 交办工作的占了24.5% 有不少劳工坦言 找工作最在意的福利 就是包括会不会加班 专注盯着电脑 准备做产品设计的企划案 担任公司的产品企划副理 看到产品获得广大回响 成为努力工作的一大动力 除了能够找到发挥 所长的工作环境之外 也得评估公司的福利制度 还有申请管道等等 尤其还有这一点 恐怕更是员工的地雷 上班时通讯软体工作群组 时不时就有工作讯息 就连下班时间 也有主管交办事项 根据劳动部的 劳工生活及就业状况调查 2023年劳工加班比例占四成 其中在下班后 电话网路通讯软体 交办工作的占24.5% 加班最多的产业 其中以制造业或是科技业为最大宗 其实每个月上班族 平均大概有64%的人 是都有加班的 然后整体的加班时数 大概是15.7个小时 那另外其实很多上班族 还有所谓的隐形加班时数 因为下班了之后 可能公司或是老板 还是透过LINE 电话 简讯 甚至E-mail等等 会来询问一些员工工作上的事情 那这些时间 其实都是员工的隐形加班时数 所以台湾整体的上班族 加班的时间还算是蛮长的 除了下班还要接受到主管的讯息 很恼人之外 现在根据劳动部最新的调查发现 对整体工作最不满意的 第一名是人事考核的神前制度 第二名最不满意 是工资有达到百分之六十四 另外对整体工作不满意 也包括员工申诉管道畅通 占了六成 一旦员工在公司内 无法获得申签或是绩效考核不透明 这些都可能成为员工跳槽 或是离职的因素 如果企业不去改善这种情况 我很担心台湾会像韩国或日本一样 很多的员工就是讲白话已经白烂 或者他们就是所谓的 有个名词叫做沉默的离职 所以沉默离职就是说 我虽然没有离职 可是我根本不好好做事 那我知道在不被你开除的情况底下 我就这样子得过且过 那这样对一个企业来讲 但如果你的企业已经是个老挖的企业 你只要维持原有的规模 维持原有的竞争力 那可能还好 但是对于一个要往上走的这样一个企业来讲 但员工没有这样的一个动能的话 那这样的话对企业来讲也不是好事 专家分析没有良好透明的升迁制度 再加上如果要长时间加班 恐怕会形成员工做事态度消极 只会让好人才不断流失 对企业来说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一个当然就是给员工一个比较公平 还有透明的升迁管道 这样让员工在晋升的时候 不会有一些差别待遇出现 再来如果你公司的员工表现虽然很良好 可是你觉得他可能还差一些些 不太符合可以升迁的这样的条件 我也会建议企业内部 可能可以给予一些进修的管道 来补足员工的不足 那再来员工如果他对于你的考核机制 不太清楚或是不太公平 不太公开的话 可能也会有些质疑 所以我们会建议企业 你可能在考核或击查员工的时候 制度要公开透明 最后则是也可以给员工一些 申诉跟反馈的管道 专家建议要建立透明的升迁制度 以及定时为员工加薪谋福利 才是维持企业永续经营的重要方针 现在全球很多国家都面临缺工的问题 而年轻世代对于工作的想法 很多人都不想被绑死在一份正职的工作上 这可能源自于对台湾多年低薪劳动环境的 无声抗议 越来越多年轻人偏好弹性自由的 多元工作样态 加上科技时代更多平台经济的兴起 像是零工经济很夯 例如外送还有接案工作者等等 不过也有学者很担忧 接近中午用餐时间 外送单量开始变多 骑机车赶忙送 选日是兼职外送员 在主业外有时间就会来跑外送 已经五六年了 他说周围认识的人 有七到八成在做兼职或斜杠 当薪资的涨幅只有一点点 但是我生活消费涨幅比他快的时候 那这个落差我要去哪里 那就只能找打工 有一种可能他不想要被一般公司 很好绑住 对就是他想要他的生活水平 可以再更弹性一点 对这是一种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可能 因为家庭的因素 对他可能有家人要照顾 那他没有办法去负担额外的 看护的费用 对所以他只能选择这种 比较相对比较弹性的工作 去做生活的收入来源这样子 我们问选日 在做兼职打工的朋友们 会不会担心年老以后的 退休金等等问题 他说真的还没办法想那么多 现在就是 大家连现在的生活都过得不是很好 对 那就比较不会去想到 我之后会怎样 反而是想说我现在要怎么把 我现在生活水平 拉到一个我比较相对满意的位置 为了眼前的生活 大家都很努力 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世代 偏好弹性自由的多元工作样态 加上科技时代 更多平台经济兴起 零工经济很夯 这可能也是源自于 对台湾多年低薪劳动环境的 一种无声抗议 不少人不想仿在一份正职工作上 统计台湾劳保投保人数 截至2023年11月 投保人数有1046万人 其中受雇于各公司行号 公司立事业单位的劳工 大约780万人 在职业工会投保的人数是195.3万人 也就是有将近200万劳工 属于自营作业者或是无一定雇主 这里面可能就包括15万名外送员 和房仲人员保险业务员等等 这些人不少都是采承揽关系 而零工经济的优点是借案弹性 但最大问题却是没有劳保劳退等等 属于多数劳工的基本保障 只要一旦加入职业工会 加保的情况底下 你就可以加入劳保了 那这个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现在问题就来了 像很多的从事零工经济的人 他不愿意加入 透过职业工会加保 第一个是法制面的一个 设计所造成的 因为目前职业工会 只要是透过职业工会加保的人 你就必须用全时的身份去加保 换句话说你的投保薪资 就要不可低于 政府所公布的每月的基本工资 那目前大概2万7左右 那这个东西对很多的零工经济者 他不见得愿意加保 学者辛丙隆表示 零工经济者弹性工作者 可能收入不稳定 又或者他是多工族兼很多差 不想用最低工资投保 但如果不加入劳保 未来老后就几乎没有保障 我是觉得政府能够做的 就是我在法制面 不要有这种制度的排除 让他我就按照你的 职系的公司比例 按照你的职系的工作收入 让你加保 劳工透过职业工会 投保劳保 个人资付额是60% 但没有像一般公司 会提拨6%的劳退 也没有育婴留停津贴 和失业保障 所以由公司帮员工投保 保障相对完整 而上述外送员的劳工权益 平台认为和外送员承览关系 不是用劳基法 但工会认为是雇佣关系 那在台湾目前所有的 不管是民事诉讼 甚至到行政判决 全部都是雇佣关系 以及国外相关的判决跟个案 也全部都是雇佣关系 所以我们会认为说 劳动部他一个消息怠惰 他不愿意去证实 这个产业的问题 他可能想要放任外送平台 在承览跟雇佣之间 去一个灰色地带 去模糊游走 我们会认为说 在劳动部不介入 积极处理的情况下 是否也给台湾其他企业 一个标杆 我以后只要按照外送平台 这样子的做法 我就可以逃步企业 该富有的责任 我甚至可以不用帮员工 投保劳健保 甚至也不用帮员工 考虑退休后的生活 工会认为政府要好好把关 而学者认为 新兴就业形态越来越多 法规要与时俱进 让劳工都能拥有好的保障 TVBS新闻 张正恩 王一杰特朗 民众找工作 劳心劳力 待业期间的压力更大 政府为了帮助民众 推出了跨域津贴方案 最高补助费用 能够达到9万元 但是申请了 必须要符合相关的条件 民众表示 待业期间找工作 还是有开销的需求 加上有时间压力 如果有补助的方案 多少都能有些帮助 打理公司内外大小事 整理文书 领报表 担任企业行政工作的Adam 待业两个多月后 开始新的工作 谈到过往待业的那两个月 Adam干处良多 他说因为疫情之后 生意不好就收掉了 对 然后就待业了大概两个月 然后之后就想找到 其他的环境去工作 然后就上来台北 花了一点时间 不然就不会待业到 两个月这么久 28岁的Adam台中人 之前在台中创业 以餐饮业为主 但历经疫情和不景气夹急 最后结束营业 在待业的两个多月当中 不断找寻工作机会 Adam坦言 待业期间只能依靠存管 又有找工作的时间压力 历经多次面试之后 最后他决定离开家乡 北上就业打拼 像Adam这样待业找工作的案例 还不少 受到少子化和高学历的竞争 年轻人找工作有期望 而让失业率的人数居高不下 根据数据统计109年失业人口46万人 110年是7.1万人 110年是3.4万人 政府在2024年推出跨域就业津贴和补助 青年中高零工作者都可以申请 如果满足条件可以每个月领 最高一个月可以领到9万新台币 这个其实针对首次化育找工作 过去他其实没有劳保投保过 所以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他目前有求职的意愿 而且也没有在学 如果今天他找型的工作 离自己住家的地点超过30公里的时候 就有机会来申请相关的补助金额 包含可能在求职 做面试的交通费用 或者是你在异地 你去就业的相关费用 跨域就业补助 主要希望减轻首次跨区域 寻找工作时 所面临的经济和居住问题 跨域就业今天 包含青年跟中高零者方案都有 以跨域就业今天条件来看 青年以18岁到29岁 以母就学有就业意愿为主 中高零是45岁到65岁 65岁以上为高零 就业地点必须与原居住地点 超过30公里 期间必须满足失业期间 连续达三个月以上 以及非自愿性离职 两个条件才能申请 如果我们想像今天有一个 我们的青年 或者是所谓刚刚说的失业劳工 好不容易找到了 从台北到新竹 譬如说像竹科 找到了一些工作机会 如果真的要透过通勤的 像所谓的高铁等等 可能一整个月 可能要花费到9千1万块的 所谓的通勤费用 如果透过这样子的 跨域就业的补助 或是津贴的申请 以这样的距离可能有机会申请到 一个月最多3千块的 这个所谓的交通费用 我们可以找的工作范畴 不局限在自己的工作地点 我想这个是对于 所谓的企业或是劳工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双赢的一个结果 专家分析民众找工作 往往都得往淡王区 就业机会跟待遇才会比较高 但就怕离家太远 交通跟住宿费太过昂贵 以青年劳工和中高龄劳工 跨域就业津贴来看 补助金额包含了交通费 搬迁费还有租屋费 又以住宿为例 12个月补助下来 加上搬迁补助合并一起算 最高一年可以勤勉到 新台币9万元 但各类型补助金 都有相关的天数限制 但是申请人务必要特别留意 来对于这种跨区流动就业的 所衍生的相关的成本 譬如说搬迁 或是交通群职 甚至是租屋 这种相关的衍生的成本 然后由国家来进行一些补贴 我想这是有助于 台湾的一个职业流动 也会促进了 我们整体的就业率的提升 政府端牛肉范围片级 老中情三代 纳入距离考量 盼望能够降低 事业冲击 TBA新闻 刘华来明 台北产保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